药食同源 在今天我们讲一下什么 枸杞 一提到枸杞 很多人都知道 它就是一个补肾的 滋补肝肾吗 枸杞 有的人甚至说它是抗衰老药 它实际使用了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李时珍曾经写到 枸杞 古代医学家不仅对枸杞大加散赏 认为它是强身健体 补肾养肝的最主要的药 而且认为枸杞又非常实用 因为它味道酸甜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接受 它不像很多中药苦味比较多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是什么 根据冬至的节气和养生防肾虚的这种原则 我们推荐的是当归枸杞炖羊肉 其实我更多的推荐是女士使用最好 因为当归是补血的 枸杞是对于咱们干肾都补的 还有一个羊肉是温热的 所以说这个更多用于肾阴血补物质的 还有补血的作用 血也是物质 所以说补血可能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